很高興呢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看到請大家幫我離開光圈照照的區域 大家可以往後再往兩邊 可以看到這個光圈呢是照到了兩個地毯 然後幫我們看上螢幕 也就是在我正前方的兩個螢幕 有看到呢是寫著YES跟NO兩個區域 在這個區域呢 你可以表達出你心中的地場跟想法 當那位問到的問題呢 我們會有一系列的問題 這一系列問題當中 如果你心中的答案是 正確就是YES的話呢 你就走到這個YES的地毯這一區 那如果你心中的答案是否定的話呢 就幫我走到NO的這一區 那麼現在大家有清楚嗎 有 好那PayPay當我想說 請回答的時候 會有一段15秒的音樂 好可以聽到有一個重音的聲音哦 就要在這個重音聲音 它這個燈提下來的時候 你就要暫定你是 心中是YES 還是NO的區域 好那我們就會馬上要準備要活動開始囉 好首先我們第一題要請問 你現在有夢想嗎 請回答 好 我錯了 我以為就算錯了 我以為就算錯了 我算錯了 我就算錯了 好 OK 好 那我要請這邊幫我分享一下 你有夢想的朋友 那一理往後面對呢 好沒關係 就你太晚退了 來 沒有我沒有要後退的意思 好 來你的夢想 我的夢想 我現在是在讀研究所 所以我希望將來學到的專業可以學以自由 然後現在又接觸保鮮 所以我想要成為這個行業的Top Sales 哦 我們祝他能夠成為最棒的Top的好不好 掌聲鼓勵一下 好 那 你 我應該之後想要成為政治公館 對 哦 要跟我們走同行的哦 來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婷歡 謝謝 那我們可以發言說 就大家其實還是蠻多人有自己的夢想 但是呢 接下來第二題 就要請問大家 你現在的薪資 真的能夠支撐你想要的生活嗎 請回答 好 來 看到了 好 yes 只有四位 收入還可以的啦 好 先來問問右邊的朋友 來 告訴我 分享一下 為什麼 我是學生 學生啦 學生啦 齁 所以呢 我就把鏡頭呢 直接搖到這一位看起來不像學生的哥哥 我其實才剛畢業一年 然後 其實薪資沒有 沒有到 那麼高 對 那有期望嗎 現在的薪資跟你原本預想的有落差嗎 呃 因為原本就沒有預期很高 所以落差沒有那麼大 所以希望不大 所以失望就不大對不對 好 是是是好 那我們再來問問這一位好了 我也是學生 好 都是學生啦 好 這個學生稍微比較多一點 但是呢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 多少 在比例上 是96比4 所以呢 這個很明顯的答案 齁 好 停完 先提醒一下大家 先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那位走左右的時候 幫我走在地毯裡面 否則踢到邊邊的話 有可能會半倒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問的第三題 請問 你現在的工作 是你想要的嗎 請回答 好 這個呢 稍微有平衡一點點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 右邊不太想的 到底答案是什麼 來 這位 我想 我想 不是我想要的 不是他想要的啦 希望能夠找到更好的 更符合自己的嗎 對啊 因為小孩的關係 所以就沒辦法工作 在家當媽媽不是我想要的 好 希望他能夠找到理想的工作 好 那 講過了 是 好 那就來到這邊了 來 告訴我 又是學生 是 好 那就三三三三三三三 好 這位哥哥好了 好 來 告訴我一下 來 對 因為我現在的工作 我覺得自己不是 現在的工作不是一個有專業性的工作 對 所以我會 等於說現在的工作 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 希望是更有發展性 更有專業性的工作 希望往自己更專業 更有發展的地方 是不是 來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來聽完 謝謝 好 那我們聽完了工作的部分呢 下一個就要問這個問題是 要請問大家 你會想要有一個自己的房子嗎 請回答 好 非常明顯的是97比3 好 先問問一下 為什麼 好 告訴我 為什麼 不會想要有自己的房子呢 因為 其實我跟父母住在一起 然後 就是 他們可以幫我保護小孩 好 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答案 因為跟爸爸媽媽住在一起 所以他 沒有這樣子的壓力 好 往前面來囉 好 看看等一下有誰要閃台 好啦 就是你 告訴我 欸 我很想要自己的房子 是 非常想 非常想要 對 因為我覺得 就是 這個概念嘛 有個家 然後自己有個歸屬 然後會想去好好進這個家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 我現在在 現場很多人的一個 很重要想要達成的一個里程碑 對 是的 真的是每個人齁 好 那告訴我來 這位KMP的先生來 告訴我你的答案呢 你的分享一下 來 就覺得 人生到了某個階段 還是需要成家立業 那成家立業 大家對於家庭的想像 就是希望有一個房子 然後有自己的老婆小孩 喔 好 那你覺得 如果買房子 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欸 會 因為目前的薪資水準的話 對於 許多年輕人想要買房子 來說是蠻有壓力的 有壓力 好 平安 對 其實我們可以聽到說 有蠻多年輕人 是會想要說能夠成家立業 甚至是有身邊有另一半的 那麼所以下一題 我們就要請問大家了 你會想結婚嗎 請回答 好 哇 還是有人不想結婚齁 來 告訴我為什麼不想結婚 自己都快養不活自己了 哪敢再拖累老婆或是以後的小孩 所以這是很多人的心聲對不對 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好 換你囉 現實層面 對 現實層面嘛 就是收入不夠 怕結婚 這個 家裡的負擔會更重 對不對 好 是的 兩個答案呢 我相信呢 是比較多人的 的想法 那告訴我 你的答案是 你好 我的答案是 我也想結婚 因為 希望 能夠成家立業 我 想要成家立業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那其實可以看到說 很多人呢 像是希望說能夠結婚 可是卻不敢結 因為礙於現實層面的問題 那下一個真的就是 非常現實層面的問題了 你會想要有小孩嗎 請回答 好 還有很多朋友也不是很想要小孩 好 來 告訴我為什麼會不想要小孩 我覺得現在的我們的整個教育的方向有很大的問題 那如果我有小孩的話 我很怕成為一個將來對社會沒有貢獻的人 那即使教改的話也會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目前的話是不想要有小孩 就是完全因為是這個社會整個風氣的影響 目前不想要小孩 他不代表不想要 但是因為現在的生活 現在的社會的環境不OK 所以他現在不想要對不對 好 OK 好 那這邊再找一位囉 好 每個人都離我好遠 好 告訴我 來 換你囉 來 告訴我 想要小孩對不對 是 是的 對 想要小孩 他答案好白喔 好 就是想要一個小孩 想要一個家 有個家庭這樣子 對不對 對我來說 前面三個問題 對我來講是一個同樣的啦 因為我對於自己人生的設計就是 有家 那有好多小 對於自己是一個設計的一個里程碑 是 是一個美好的未來的里程碑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我們可以聽到說很多年輕人 其實對於自己未來的生活 真的是有很多的想像 但是呢 接下來這一題就要問大家了 請問過去這幾年 你對自己的生活真的是滿意嗎 請回答 好 看起來滿意跟不滿意的 就有差別了 有落差了 好 告訴我滿意的 你 告訴我你的 為什麼滿意呢 因為我覺得 我還滿自主的 所以 我覺得我另外一半對我很好 後來小朋友也滿健康的 可是因為發生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 我就是 其實還是滿感恩的 是 因為有好老公 有家人的伴伴 所以他現在很滿足啦 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祝福他 好 不滿意的最多 好 來 告訴我 目前剛剛出社會快兩年 那對於就是從學校畢業到進入職場 其實覺得有一個滿大的障礙 比如說我剛才怎麼找學 就是我比較有熱情的工作 那還有就是怎麼養得起自己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心裡的壓力還有那個 就是迷惘程度滿大的 是 就是目前畢業了 那出來工作 但是社會跟目前的工作 都沒有辦法讓你覺得很確定 比較迷惘 是不是 是 我們也祝福他 希望能夠找到正確的方向 那有好的政府 好的領導人就會有好的方向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換你囉 你好 你好 我畢業到現在工作應該十年有了吧 那當然工作內容的話是還算可以 但是這個薪資的水平是不太滿意 因為我是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也是因為家裡有幫忙 如果單靠自己出社會賺的錢 好像沒辦法讓自己的家 過得到的生活 所以是不滿意的 是 那有爸爸媽媽的幫忙 所以他還是比較順利一點 但是很多人沒有爸爸媽媽的幫忙 所以呢 就比較沒有那麼順 所以也祝福所有人都能夠順利 好 請問 是 要來到最後一題囉 大家可以看到螢幕上 請問 你有沒有聽過身邊的朋友說過討厭韓國瑜的 請回答 請回答 嗨 哈囉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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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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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開心 掌聲大一點好不好 嗨 嗨 嗨 大家好 還有我們 各位親戀朋友 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還有我們美麗的主持人歡歡 大家晚安 大家週末快樂 大家好 好 開心 保持微笑 放鬆心情 交朋友 探討問題 好嗎 好 好 好 雖然說我們看到現場有很多好像有聽過你身旁的朋友是討厭韓國瑜的 但是我們韓市長卻從來沒有放棄過年輕人的未來 所以今天我們韓市長是特別帶來了給青年朋友的青年政策 所以你可以討厭韓國瑜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年輕人的未來 現在我們正式的邀請到我們的中國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韓國瑜韓市長 歡迎大家就是聽過討厭在這裡的 非常好 完全正確很多人都聽過 你可以討厭我也可以不要投票給我 沒問題但是麻煩必須了解我 看看我的政策 我想我是最關心年輕人的總統候選人 這不是吹牛的 這我很有信心 讓你可以繼續討厭我 完全OK 好不好 我也連經過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就請我們51到100號的朋友到左邊來囉 那也請我們的韓市長到後面 好 那我們還要同時邀請到我們國鎮顧問團的總招 張善政 張院長 我們張院長也來了 來 歡迎我們張院長 我們張院長是科技的人才 美國Cornell的 好 院長在這裡 好 是不是 同時還要請到我們國鎮顧問團的副總招 蔡玉琳 蔡正偉 來 蔡正偉 來 歡迎正偉 在我們的左邊 沒見到好朋友 欸 正偉 好 從這邊坐 來來來來 我們張院長 蔡正偉 來 我們今天跟大家好好聊聊天 好不好 來 請坐吧 好 那我們馬上出來一起來聽聽看 我們就是韓國參選人為我們帶來的這個青年政策 那我們這邊請 1號到50號 我們坐這個這邊 51到100號 坐這邊 大家都位置都有分好嗎 好 趕快囉 來 好 是的 好 那待會兒呢 我們就呈善行 面對這邊 來聽聽我們韓市長 對 給我們年輕人的政策 好 那這邊就是大家可以坐好 那不好意思 因為後面有媒體要拍攝 所以就是還是我們請 就51到100號在這邊 然後1到50號在這邊 好 那我們馬上就一起來聽聽看說 我們參選人韓國瑜 帶來什麼樣的青年政策 給我們的年輕朋友們 謝謝 謝謝各位年輕的朋友 犧牲你們這麼寶貴的星期 星期假日來 跟我還有我們張前行政院長 我們蔡前政務委員 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我們非常開心 跟年輕朋友相聚在一起 感情可以交流 心中所思 所憂 所慮 我們可以自由的交談 是非常棒的 我想先請大家 思考一下 過去這兩三年 不管自己周遭長輩 仔細寫親 或者其他的相關的親朋好友 這三年多 過得好 不管是經濟 不管是各方面 還有社會的氛圍 整個我們對外的感覺 那當然你們很多就學的 就包括你的學業 這方面 自己去思考一下 這兩三年 我想我不用講太深奧 不用講太多的政策 那你現在立足在2019年 10月27號這個點上 回想過去 兩三年的光景 看看現在 展望未來 你是懷抱著無比的信心 充滿著樂觀進取 而且 非常有必勝的把握在 人生旅途的充斥上 還是茫然 不知道未來 會面臨到什麼樣的挑戰 這個是很重要 同樣我在你們這個年紀 平均大概二三四歲 我是騎了一台 十幾年的野狼摩托車 白天讀大學 晚上當警衛 還有飯店的街先生 辦公辦讀 那個時代 幾十年前 跟你們現在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要請你們思考一下 各位年輕的好朋友 這幾年來 你們過得 心裡面 充滿了信心 對未來 充滿了樂觀 樂觀跟期待 還是憂心忡忡 這第一個思考 第二個 要請你們思考 你們同年齡的新加坡的人 阿怎麼樣 你今年二十三歲 想想新加坡二十三歲 你今年二十五歲 想想上海的二十五歲 你今年二十一歲 想想東京的二十一歲的孩子 跟你同年齡 他們面臨的條件跟狀況 如果再想一想 泰國曼谷 越南胡志明市 或者馬來西亞 再想想跟 跟你同年齡 他們的競爭狀態 跟你比起來 誰憂 誰力 去思考一下 第三 要請你們思考一下 未來 人生旅途上 你們是蓄日動生 就像我們過年的時候 春年貼的一樣 三陽開太 有的人看這個對聯看一輩子不懂 為什麼三陽開太 為什麼不是二陽 為什麼不是五陽 你們生命現在是三陽開太 一陽 就是冬至 一陽 就是冬至要到了 二陽 三陽 春節要到了 你們生命是最旺盛的事 未來還幾十年 我這個年紀已經老陽了 所以你們未來會面臨到什麼挑戰 你知道 還是不知道 你了解還是不了解 這是我們擔憂的 我們這個generation 這一代 非常擔憂你們 重點 你們知道不知道 我覺得這都是我一些 比較擔心的 所以我最近提了兩個政策 很震撼人心 第一個 台灣下一代的孩子 必須全部實施 中英文雙語教育 第二 台灣所有的大學生 跟研究所的碩士班 這七個年級 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研一研二研三 只要在兩個前提之下 第一個 你有意願 第二 你有實力 你不能去外面 你英文不會說 到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文不會講 到日本 你準備好了 實力準備好了 你就出國 當交換學生一年 這是我推的 很多人酸言酸語 講一些風流話 完全不在乎 因為我知道 你們將來面臨到什麼挑戰 你們沒有雙語的能力 沒有國際移動的能力 在人生舞台上 你站在拳擊台上 第一個回合 就被人家打趴下來 第一個回合 沒有辦法 我們這個年代還可以 嘻哩呼嚕 語言不好 可以坑坑啪啪啪 弄下去 你們這個年代 一定要 國際接軌 雙語 這是我最近提出兩個陣子 就是 我跟張院長 我們國政務顧問團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 你們未來的挑戰 非常的巨大 而且時間 時間 並沒有站在台灣年輕人這裡 沒有 所以我們就提出來這個 所以今天沒有任何意見 任何想法 不用客氣 我們張院長跟蔡正偉 都是很喜歡跟年輕人在一起 我 開場白講那麼長 不好意思 有一點點嚴肅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我們的憂慮 好不好 我們來自由教談 越辛拉 越麻辣越好 千萬不要客氣 好 謝謝 有夢想嗎 你現在的動作 是你想要的嗎 請問過去這幾年 你的自己的生活 真的是滿意嗎 請給他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場案 比如說我該怎麼走 就是我比較有熱情的工作 事情都放養不活自己 然後哪敢在作為老婆 或是以後的酒 請問你有沒有聽過身邊的朋友說過討厭韓國語的 可以討厭我 也可以不要投票給我 沒有問題 但是麻煩必須要解我 好嗎 我可以見到人家 好嗎 沒有問題